就是你这个八婆害我是吧 你死定了 是我又怎样 你当我怕你 老 老板 有话好好说啊 我 我只是路过的 住店还是吃饭啊 咱 咱能够住也不是吗 你觉得呢 可我 我没带钱啊 哦 原来你想吃霸王菜啊 老板 求放过啊 系统 这吃霸王菜的怎么处理 给他上一份最贵的菜 然后让他打一辈子攻 妙啊 妙啊 以前由于过度劳累倒下了 看鬼便把他抓进了个站 少给我在这撞死 卧槽 竟然被看穿了 大哥 放过我吧 我像有老下有小 吃吧 吃完好好替我打过 不 不是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居然才一小口 就让我的鬼帝大增 你个小臂崽子 等我吃完这些好东西再吃 最后你跟狼村鼓咽的 吃着桌上的食物 这才是真正的力量啊 别打了别打了大哥 吃完了就干活 愣着干啥 老板你 你也没说干什么活啊 还敢叮嘴 这客栈又漏雨又漏缝 不知道帮我修修吗 是是是 没法活了 又来活了 客人住店还是吃饭 奇怪 怎么看不出实力 难道比我鬼王还强 没想到笔先看见这一幕 新生一气 立马出现在主角背后 让开深渊大吼 做出要吃掉主角的气势 好歹 敢抢我的食物 你 你怎么会 又是吃霸王惨的吃吧 看到同类被打 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就是你这个八婆害我是吧 你死定了 是我又怎样 你当我怕你 敢在我的客栈里撒野 活腻了吗 难道你们想活动一下进活 老板 我错了 老板 我才刚被你打一顿呢 没事 就当锻炼神提 别打了 我照顾这个 果然鬼剑自由 陈情在啊 开局就送我两个打工